因為這種不斷的變化,像森林的野火一樣,是不能根絕的。如果根絕了野火的話,那就是小規模的根絕野火成功,會導致容易燃燒的樹種佔據過度優勢,然後會導致下一次爆發無法控制的大規模燃燒。 也就是說,人類跟自然界的競爭,人類永遠是輸家,就是每一次局部的成功都會為未來更大規模的坍塌做好準備。因此,比較明智的做法並不是要真正能夠應付全人民或者政府未來的挑戰,而是要有原始部落民和中世紀早期基督徒,那些在英國內戰、克雷威爾時代的基督徒還非常熟悉的道理。 人類要熟悉跟死亡打交道,要熟悉跟風險打交道,能夠管理克雷威爾那個時代,無論是保王黨還是國會黨的基督徒最主要的,他們的講道集。 順便說一句,講道集的發行量是其他所有印刷發行量,是其他所有文學作品,包括莎士比亞的作品出版量的總和的十倍以上。 例如說,英國的出版物至少有百分之九十,就是牧師們在講道壇上發表的講道詞。當時的主要文學作品其實也是這些東西。 其中的主要內容就是,怎樣面對死亡,特別是男性和身世。從十幾歲開始,成人的責任跟死亡是同一詞。 好基督徒就是一個懂得怎樣面對死亡,知道怎樣去死的人。而日本武士道的基本精神是什麽?就是要懂得怎樣去死。 武士跟其他人的區別並不在於武士比其他人更要綁大腰圓。其實武士當中身體受弱的人是很多的,而是在於面對死亡的時候,武士跟平常人的反應是不一樣的。 武士道是專門研究死亡的學問,武士就是懂得怎樣應付死亡的人。應對死亡的境界越高,你在武士道修行方面的成績就越高。 當然,這種修行必然的跟宗教的精神附通,因為宗教本質上也是面對死亡的。因此,高段位的武士道修行跟高段位的宗教修行也是彼此相通的。在基督教的歐洲和武士道的日本,全都是這個樣子的。 武士道修行跟高段位的武士道修行跟高段位。